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掌声欢迎今天的四位专家老师 欢迎杨静荣先生 张德祥先生 王静芝先生 邓丁三先生 欢迎四位老师 今天我们的12位夺宝人就在这摩拳擦掌 准备争夺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的称号 只要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依然能够坐在前排正中间的钻石夺宝席上 就是本场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 将会获得由天赋好品质紫萱葡萄酒 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雷诺表演 联合提供的大奖 此外 海舰会获得由坐镇本场的艺术家 亲手制作的奖品 今天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同印赞克名家 孟昭婷先生 欢迎孟老师 每场的艺术品有六件宝物 悉数登场 它们将飞成三组 而已经经本栏目专家严格鉴定 其中有三件描述和事实不相符合 可能是描述不准确 也可能是艳品 另有三件已经鉴定为真品 需要各位发挥自己的眼力 把它们找出来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第一组两件宝物 请看 宝主认为 这是一件青凡器浅降彩盖挂 是由玉瑶画师焦佩兰所汇 气形规整 比例潇洒 涉色轻利 这样一件品相蛮好的大式佳作 价值自当在十二万元人民币 宝主认为 这是一件青咸丰丙成年 崇玉亭造紫砂服 气形是仿造古代盛放饭时的器皿服 盖身上 刻有明确纪念及制作者的名文 这样一件器形罕见 制作者显为人知的紫砂架器 充满着神秘的期待 其价值理应在五十万元人民币 一件号称名家所作 一件号称罕见家体 究竟哪一件才是真的呢 好两件是瓷器 准确的说一件瓷器 一件紫砂器 两件之中只有一件是真的 请各位上前观看 紫砂大火锅 好了 时间到了 谢谢各位 请回到座位 各位觉得今天第一组两件分辨起来难吗 难 难 如果认为浅将才盖罐为真 一会儿亮红色扇子 如果认为这个紫砂的这个叫浮衡 如果认为它是真的 亮蓝色扇子 三 二 一 亮 就如大家所说 有点难度 所以大家的这个答案呢 也很平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轮 大家是怎么选的 五比七 五位认为这个 浅将才的盖罐为真 我们来问一下 五号 这幅呢 我觉得确实造型很有意思 很搞笑 一看就像我们这样吃的火锅 我感觉是像内蒙来的 我们正好厂上呢 有多宝人也是内蒙的 我觉得他 估计对他这个东西很熟悉 反正我是不熟悉 我肯定不选 我们问一下孟和812先生 这确实是火锅吗 这个 我也其实第一次见 也是第一次 我选的是这个 看到这火锅 它这个图示 纹路 还有它这个颜色 还有个造型 我感觉 很一样的 火锅 这个 现在这事已经定性了 这就是一火锅 我认为它不是火锅 它就是一鸣炉 这个四起丸子汤上 上了之后下边烧着火 是吧 它就是直接这么吃 它不算火锅 严格说不算 它本来就不是火锅 我们来问一下7号 来 因为我是排除法 因为我看那个化工 不错 但是呢 它的气形 有点大 有点愣 我感觉 它不是真的 我一下2号 我也是这个观点 就化工不是很精细 就感觉不是那么美 我其实用的也是排除法 身后的乔迁 乔迁 乔迁今天这个观点 跟你隔壁 你同行不太一样 当然了 他眼镯一点 他眼镯 我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是一路都在犹豫 然后我上去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这个火锅呀 就类似火锅 我觉得这太假了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我就盯着那边看 我觉得其实我认为 那边那个化的也挺好 我坐下来的时候 我再回头一看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又有贼光 完事这个化的挺好 但是颜色特别淡 我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你知道吗 像鬼一样 所以呢 我又临时又改变了一下想法 你最近服用什么药品了吗 我也在想 你怎么会看 看着一个盖罐 觉得像个鬼 画的是聊灾吗 这个还是有原因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 咱们专家杨静荣先生 把正确的选择 不服务得到 好 下面我们有请保主上场 各位张家老师好 三位多宝人好 两位好 两位好 你好 好 小学认识一下 这位是来自安徽的叶炳君先生 您这件宝物什么来历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宝物呢 是我走一个老藏家手里转过来的 当时花了将近五万多块钱 当时是哪年呢 三年前 三年前 对对对 因为它收藏呢 它收藏的全部是官邀 它名人的吃气 一般东西它不玩 它一般东西它不玩 它玩的都是非常高档的东西 来 下面进入德育房三十秒夸宝时间 向大家表述一下 来 开始夸宝 大家好 这个是我收藏的清晚期 是焦贝兰的大盖缸 它用水回后 人物表情呢 生动 这个用鼻呢 比较洒脱 绘画呢 也比较生动 但是呢 这个气情呢 非常硕大 极为少见 但是呢 这个又是名人的吃气 就用设计四个字 今天报价多少 报价十二万 十二万 你看看它那火锅 那个福 像个老人 也非常不错 看起来好像有报价 有报价 对 你看它那东西真 还是你的东西真 那肯定 我认为是我自己的字 人都有自信 是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宝主啊 在街道邀请 来到一锤定音的 这个时候啊 他不知道自己的宝物 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您的宝物是真的 我们也会请您来 如果您的宝物不真 但是它极具代表性 那专家老师也会请您来 您好 您好 柴女是来自沈阳 是吧 这个 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我最爱看 尤其你说那个 真甜的 好甜的 这是什么节目 生活节目 好甜的 我吃什么的时候说的 那是 传玩 麻玩是什么 汤圆啊 大概是吧 反正我除了吃的节目 就是这个节目 所以我看见您这个火锅 不是 这叫什么来着 这叫 陶府 陶府 反正是一个古代的器 对对对 好 接下来30秒的时间 请您夸宝 我这件宝物 是主辈传下来的 听专家说 叫陶府 是保青铜器的 容器 是一星紫砂照的 上边的名文是 咸丰丁年照 也就是1856年 该器 器型硕大 做工考究 文士精美 好像目前国内 还未发现 类似的器物 应该是 紫砂中 既大又精大 真品 谢谢大家 谢谢 是您祖宝 那是吧 谈了多少年了 你知道吗 反正很早了 反正没有您之前 就有它 对对对 这东西在家 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刚才看着 都认为是火锅 放那些 就是粮食啊 米缸 今天报价多少 五十万 五十万 接下来 我要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宣布 第一组 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符合实际的 是 是 清 是清朝的 是 清 清 咸 丙 陈 年 崇玉 亭 造 紫砂 符合 恭喜你 杨老师 请 这个是最近 一二十年才出现的 纺织品 而且画得特别好 这件瓷器呢 第一 这个胎啊 应当是老的 原来就是一个白瓷杆 白瓷杆呢 然后一看着不错 在上面加彩 鉴定这个后加彩啊 它上面有苗筋 这个是最好鉴定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鉴定的诀窍 你们拿放大镜 仔细观察 它上面都有这个后期 后期打磨的摩擦痕 而且特别明显 除了这个苗筋这一点呢 古代的筋 含金量没有超过95% 现在的筋 含金量基本上都在99% 它比古代的纯 专门把你这个选上来 就是说它让全国的收藏爱好者 大家伙都观察一下 学点这个鉴定知识 避免上更大的道路 好吧 谢谢 谢谢您为我们做出的牺牲 不行不行 送给您雷多表一块 将来还有什么藏品 欢迎您再拿来 谢谢叶先生再见 刚才所有选择 亮红色扇子的五位 请翻过扇子来 这一轮只剩下七位 可以参与接下来的竞价环节 您刚才报价是五十万元 对 各位 五十万元请轮垂砸架 六号 这个东西是一个民用的东西 死杀也不算太值钱 我出家五万元 在我心目当中 因为它只是家里的宝物 那意思就是这反正是我们家的东西 我就认为它值钱 对 杨老师这是民间用的东西吗 是民间用的东西 但是紫砂国阙 基本上都是民间用的 现在因为是紫砂壶 价格炒得特别高 但是在过去 古安行里都知道 紫砂壶在这个紫砂器里边 价格是偏低的 比壶更贵的就是那些利件 你像那个仿这个古代的 那个青铜系的瓶啊 花菇啊 还有一些就是相声瓷 但是杨老师这一件 它属于是 它当然不是壶啊 但是它是个算是个观赏品吗 还是观赏呢 不是是观赏品吗 这类器物是仿造 青铜器礼器中的认识器 这是在古代祭祀中礼祭中记载 就是说交似节用瓦 就是说它既祖先呢 既鬼神呢 这些它一般使用青铜 但是呢 既山神土地啊 这些地方在礁外的这种祭祀活动 它就是用瓦器 或者叫我们要用的陶器 出了城了就得用掉了 对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淡 实际上这种器物 是祭祀器里的交似标准用器 好 谢谢 谢谢二位老师的讲解 下一锤 一号 你说它这个礼器吧 好看礼嘛 送礼 比如说这东西要送礼 谁要给我送这个 我觉得这个歪七牛八的 你看口也不圆 是脑袋也不愣 我认为这件东西啊 价格 超不过十万 刚才你说这个礼器 礼器跟送礼 不是一回事 它祭祀品 它就是 放贡品 它倒不是送礼 你倒想人家送礼一个 真是想得美 它是这个 鼠本身啊 在古代的时候 是一种礼器 规格很高的 后来紫砂呢 仿制这个 是 作为一种陈设用 它这个做这么大呀 当时的工艺 还没有达到 就说的这个 一点不变形 在清代的时候 这紫砂做这么大了 这已经就相当不容易了 它变形才是 它说明它真的 对 谢谢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祭祀 是古代仙人们 向神灵 致以敬意的一项 重要生活内容 到商周时期 供奉祭品的 青铜祭祀礼器 就已经达到了艺术巅峰 以至于 后朝历代 都以青铜为祭祀的 最高规格礼器 不过 刘存之间的祭祀用具中 又为什么还会出现 大量用糖土制成的礼器呢 最初的祭祀活动 都是由部落首领 来主持完成的 以后农业相对发展 物质较先前相对风雨 使得祭祀礼节 越来越复杂 祭祀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从单纯的祭奠神灵 发展到了祭奠祖先 祭奠圣贤等等 祭祀行为 原本单一的 由统治阶层 才能进行的祭祀活动 演练成了 可以由族群 家族 以至于单个家庭 甚至个体的人来进行 祭祀器物的需求量 大量增长 而名贵的青铜礼器 显然是不能满足 如此细化和频繁的祭祀活动的 于是 贵族和富有的群体 开始用瓷器 玉器等来仿造青铜祭祀器 而普通家庭 则用陶图等更低点的材料 来仿制礼器 除了祭祀活动的日常化 民众化这一原因外 在冷冰气时代 要推翻前朝 巩固当朝 像铜铁这样的珍贵金属 他们的首要用途 是制造武器和铸造钱币 也因此 统治阶层在一些不重大的 祭祀活动上 也会用其他的材质 来替代青铜祭祀器 以此来让整个社会上行下销 好了 刚才您的报价是50万元 接下来输入最终报价 好 各位请出价 出价结束 接下来财女士 请你不要回头看 我们请导播 把三个最高的报价 显示在我们身后 财女士没有价钱 也没有减价 你有三个不同的选择 最高价成交 十秒多保或者退出 在做出决定之前 你有三个机会来问价 任选三位 我选二号美女吧 我出了三万 三万 谢谢 第二个问谁 七号 出价五万八千八 最后一个问谁 一号 二十八万八 二十八万八千 你有一次验证机会 验哪个价格 一号吧 在后面 谢谢 你得想想 他这个价格 离您那个想法还差得挺远 当然了 有没有可能还有比他高的呢 这不好说 是吧 后面有三个价格呢 最好选择 请仔细考虑 此时 三位夺宝人中的最高价 二十八万八千元 也离宝主 柴红侠五十万元的 心理底价相差甚远 选择退出 似乎已成定局 不过 这会是柴红侠的抉择吗 好 财女士 请问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我的选择是 退出 离您想象的 还是差 来 请回头吧 最高出价 三十九万元 我们来看一下 本栏目合作的 三家拍卖公司 以及洪玉博 完成 给的估价是 十二万元 谢谢您来到我们节目 再见 如果真按三号这个价格 三十九万来买的话 亏不亏 不亏 不亏 这点东西不好说什么家 因为没有可比性 在历次拍卖会上 这种东西没见过 这东西来历很明确 上面写着字 而且它仿照青铜记 说要子子孙孙永保用 所以它不是一个日用器 它是一个作为一种 纪念品 或者一个装饰器 或者就是礼器 这样摆在一个家庙 或者什么一个固定场所的 所以这个东西才能 完好的保留下来 它如果经常用的话 很容易就把它打落 因为它是个陶制的 不是青铜制的 所以这种东西的价格 几乎没有参考性 因为这种东西太容易损坏了 好 谢谢邓先生 本栏目是由金利福珠宝 独家特约播出 接下来是本场的第二组 两件宝物 请看到 宝主认为 这是一件青晚起乾隆年制款 蓝料水鱼 四则纯净高雅 明艳如宝石 水鱼两侧 雕置有龙头 吃龙团 周身再刻以祥云仙鹤文室 底部又有清乾隆年制款 这样一件制作精巧的文房价器 其价值自当在五万元人民币 宝主认为这是一把青晚起 吴大成款紫砂壶 吴大成是清代著名金石考古家 文字学家 落有他的敌款的紫砂壶 都是由当时的紫砂名家所制 虽然这把壶没有留下制作者的名款 但吴大成自身的名望 已经远远高于制服者 所以这把紫砂壶 自然不会低于一百八十万元人民币 同样的号称清晚起所造 一件是文房佳器 一件是名家并制 究竟哪件才是真的呢 两件分别号称清乾隆年制 蓝料水鱼 就这个 它叫蓝料 另一件是号称清晚起 吴大成款紫砂壶 请各位上前观看 许看不得触摸 我们的奖品 依然是由天赋好品质 紫砂壶酒和商务手表 领先品牌雷诺表业 提供赞助 如果认为 号称吴大成款紫砂壶为真 请准备好红色扇子 如果认为蓝色水鱼为真 请准备好蓝色扇子 来 三二一 请亮扇子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 六对六 听听各位的意见吧 我们先来听一下12号 我对蓝料的那个东西 不是特别的懂 但是我感觉这个特别的透明 特像现代的东西 而不像古代的东西 完了紫砂 那个紫砂这块 虽然有些残刺 那个壶盖也有些残刺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老料做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应该是真的 张女士您觉得呢 我觉得那个蓝色太亮 然后没有那个文房的 用品的那个鼎雅之气 不像古代有建设的人用的东西 是吧 然后我感觉这个紫砂比较古朴 好 听一下反对意见 一号 我看他这个紫砂 说是名人的紫砂 但是那为什么人出名呢 肯定是做紫砂 做得好才出名 一般来讲 玩紫砂的讲究三点一线 我不管你会不会修补 这三点明显感觉不在一个线上 所以说我认为这碧江 肯定是一件赝品 说得有理有据的 那朝鲜反驳他 在我印象当中 我就没见过那个透明的这种 这以前能弄成这样吗 蓝料 这叫蓝料 我觉得这是现代的吧 一拿出来人家说 淘宝就买了 对 刘欣 你来反驳条欠 我觉得有句话讲得好 叫物以稀为贵 我想在清晚期那个时期 就很多文人默克都喜欢玩一些 比如说用瓷器做的水人 或紫砂做的水人 但是突然之间 晴天霹雳 蹦出这么一个用玻璃做的水人 这就比较另类 就相当于什么呢 大家都用很平常的一个三星手机 是吧 我突然拿一个iPhone7 这觉得感觉就不一样 那一定是山寨的 对 山寨的但是也是比较另类 就好像那个 他前面那两代 是吧 对 你用个白的 他用个黑的 我土豪金 土豪金 是吧 这就是当年土豪 是吧 当时 你使个瓷的 你使个紫砂的 我来一个这叫蓝料 你们都不知道适合 蓝的 好 接下来 我们邀请本栏目专家 王静之先生 正确的答案 输入电脑 邀请两位保主 仁南 王之城 邀请两位 欢迎两位 王之城先生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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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来自仓州 特别仓州 仓州搞收藏的朋友很多 我们这来的都十好几位了 我觉得 但是没有一个是会武术的 好多人都会 但是我不会 不是 您来之前那些也不会 我的是奇怪 买的吗 这是和朋友换的 拿什么换的 拿起工的一幅字 就是估计是按多少钱换的呢 这是 那当时捐的也就是十万八万 十万八万 所以这个壶您对它的估价就是当时十万八万 我感觉这个壶比那个估价 可能来得更好 对我个人来说 好 接下来三十秒的时间 请您夸宝 我今天带来这件紫茶壶 气形端庄 朱元玉润 包姜呢 自然荤厚 非常的好 所以这一把壶呢 这是清代吴大成和黄玉润合作的一把精品 还是合作的 应该是合作的 吴大成本身是清代的文人和官吏 但和黄玉润的大师 紫茶大师 他们是经常合作的 明白了 官员 明士 是吧 然后跟这个明家一块合作 今天报价多少钱 花价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 是 如果是起工之上留到现在 好像还涨不了这么快 是吧 我感觉这个客宅款 应该是很明位的 据我知道呢 公文博物院有三把 这个南京博物院 香港中文大学 各藏一把 一共有五把 然后您手上第六把 就是张显了紫茶的名贵 紫茶壶的名贵和地位 好 任小姐你好 你好 说说你这个吧 三十秒的时间 来 宽宝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清晚期乾隆款的蓝料水鱼 它上面刻有仙鹤 刻有如意云 还有吃虎 它代表着是如意 吉祥 长寿 它的寓意十分好 是一款不可多得的文房藏品 希望多宝人和专家喜欢 好 报价多少钱 我报价是五万 五万元 这是自己买的吗 这个是我的一个长辈的 他买的 长辈家里的 对对对 好 接下来我要代表本栏目专家 王静之先生宣布 第二读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完全符合事实的那一件事 清晚期 清晚期 清朝的呀 晚期 乾隆年制蓝料水鱼 恭喜你 谢谢 谢谢 我们来听一下王静之先生的解释 有请 首先您也研究了 因为吴大臣他本身是个大学者 他不仅仅是个大官了 因为他是一个在当过巡抚的一个大官 最重要的一点 他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著名的精识学家 这个凡是有客宰款的壶 都是比较精致的 因为他有一个叫做客司 就是把这个师傅请回家 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工匠来做东西 而是作为一个客人 所以成为客司 这个客司给他做的壶是不计工本 那就是非常非常好 客宰的壶啊 大家记着一点 客宰 吴大臣 他是一个大学者 他很多要把他这些文化都体现在他壶上面 像这样的壶如果是客宰壶的话 这个客宰的这个主人也好 帮他做壶的也好 他不会放过 最近呢 我到上海去了一趟 被紫砂壶的话 可能要很多东西再研究了 因为原来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认为好的东西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紫砂国际研讨会 陈明远的壶 一百把香港中文大学买的很多壶 几乎全是假的 所以紫砂壶现在看来是很可怕 简直使我非常吃惊 看来不仅是我 跟我一到去 人都对紫砂壶 这个以后这个研究啊 可能要再进一步的研究了 这把壶呢 但是应该说是一把老壶 应该说是民国首领 我还没有达到那个 就是说做的那个仿那个客宰壶那么好的那个味道 因为为什么呢 它缺少文人的东西 好 谢谢王老师 送您我们的纪念 谢谢您带着宝物来到我们的街上 谢谢 好 再见 接下来说说您那蓝料的这个水鱼 刚才报价多少钱 刚才报价五万 好 六位夺宝人请轮垂打架 二号 我首先觉得呢 它这个龙头雕刻的有点就是又大 就感觉显得有点笨重了 然后还有那个鹤雕的也不是特别精细 还有它那个底款 好像用手随便划了一下 那个乾隆年制的那个 不是那么精细 所以呢我觉得就这个价格有点高了 这样能拿手直接划出来 那也是铁杀掌级别的 它这个水鱼啊 它是给那个宴台加水用的 它就是相对来说 拿时候会方便好拿一些 仙鹤跟那个躲云就是如意云嘛 挺不错的 我也没看出来雕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件东西上 它这个雕刻啊 我觉得有点错落有致比较好 有的是高幅雕 有的是浅幅雕 是吧 挺专业的 都弄成那块 这就是我见得 我也同意我也见得完 王老师他说的有道理吗 这件东西呢 实际上呢 这个不叫雕了什么东西 它是裂出来的 就是弄好了以后 这热的还没凉的时候 拿东西沾上去 塑出来 那么给它塑出来 至于这个款呢 它不是什么 这个简单的划出来 玻璃的硬度是多少呢 是五度 那么这个现在 我们这个铁器呢 也是五度 用铁来划玻璃 两个是划不动的 实际上它这个 还是解鱼沙 我们看起来 它怀疑到 那个还是解鱼沙 要出来 所以这件东西呢 就是那个晚清的时候 包括我们这个龙头 什么东西 已经架了现代身美 就是晚清时候的身美 已经出来了 不对称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 特别讲究对称 好 谢谢王老师 下一吹 8号 咱们这艺术品 讲究一个雅俗共赏 我感觉咱们这件作品啊 太俗了 俗 太俗了 我拿出来这件东西 不显好 就不如我拿出一幅 漂亮的字画来 让大家一看 嘿 都爱看 都爱瞧 好像不显得 有那么贵重似的 所以我觉得啊 铺个七千五 这个属于啊 它只是放在那里 让人感觉看 有一个历史的沉淀 然后感觉一个岁月 他的意思就是 你要不跟人解释一下 人不知道这东西老 是吧 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这样子 到底这件东西怎么样 我们今天用的 非常好的东西 我们大家觉得 非常好的 大家都你正我正 比如说什么 甚至于每一个什么 破手机 还裸体去 到大街上跑一圈 这种事情 在我们几十年 或者几百年以后 我们的后人看 简直会想我们这一批人 这个时代的人 太连杀了 就跟现在看 范静忠 对 所以呢 这一点来说呢 就是说 只能是我们看这件东西 它的本身 放在它那个特定的条件下看 不能说 把它扒高到今天 是一个艺术品了 那就不是这样看 谢谢王老师 再来车 一号 就是说一件东西 想让人价格高 一定是让更多不懂的人 觉得它好 这个东西 如果放我办公室 我身边一个柜 特别好的 你想想我们三哥 关于好 他进来的第一件事 一定是拿那 莫总 最近你兄弟怎么样了 小烟灰了 小烟灰了 小烟灰钢 看来还是东西一定要放在什么地方 你把它放到那个地上的话 人家说不定以为是个 小猫或者小狗喝水的 如果你放到你那个办公桌上 很可能人家别会放 人家会放 旁边有烟有火 但是如果你要是放在一个 文人的台子上面 人家会想 这是个水域 比如它搁在 搁在燕台旁边 就出来 那你那个朋友 如果在燕台旁边 再放在那个点烟的话 你的哥们 就好好的静修静修 通过火化了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 通行的说法认为 真正的料器 在汉卫时期 由西域传入 到了原末明初 中国人开始生产料器 料器工艺在明代时 已经普遍使用 然而 在流传至今的料器中 仿制乾隆款的料器作品 最为常见 这又是为什么呢 秦康熙32年 康熙帝要求法国政府 派遣擅长发廊 和料器技艺的 桥匠来划 开启了皇家 青睐料器的先河 再经过了康熙 雍正两朝五十年的发展 到了乾隆时期 宫廷料器 已经代表了 中国古代料器 制作的最高水平 至今再为超越 乾隆朝皇家料器品种 远远超过康熙料朝 单色料器 已有二十余种 副色料器 更是副理多彩 套色料器 出于康熙朝 并得到很高的评价 到了乾隆朝 套色料器 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完全达到至高境界 并胜过乾朝一朝 此外 在装饰手法上 乾隆时期的料器 更是完善了雕刻 苗彩 苗签 发廊彩 等加工技巧 这些都使得 乾隆时期料器 精美程度和艺术水准 与当时创造的瓷器 铜器 玉器的艺术成就 并驾齐驱 也正因为如此 后朝后代 才大量仿制 乾隆款的料器作品 来 输入最终报价 好 各位请出价 好 出价结束 那么接下来 请您不要回头 好的 我们请导播 把三个最高的出价 显示在我们身后 现在全场除了保主之外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您有三个不同的选择 这个您都知道了 知道 接下来请运用三次机会 来问价 第一个问谁 5号吧 5号 8500 谢谢 谢谢 第二个问谁 问1号 388 00 388 最后一个问谁 问2号 2号 25000 好 谢谢 我帮你验哪个 验1号的吧 38800 再后边 做何选择 请仔细考虑 此时 三位夺宝人 中的最高价 38800元 离保主 仁安 6万元的心理底价 还相差近一倍 仁安最终会选择退出吗 好 请问 您的选择结果是 我选价高者的 最高价成交 对对对 388也行 是吧 对对对 何况又不是388 比那高 来 回头 是75000元 8号 哎呀 我们先看看那个 本栏目合作的 三家拍卖公司 和红一博股 完成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8000 价格比是 938% 有请8号 坐上钻石多宝席 这价格比出了 估计他不愿意 按照这样买 好 祝您交易顺利 再见 谢谢 接下来我们又请 市场专家 邓丁三星 来代表全体专家 批评一下孙汉成 我们不是批评孙汉成 在这里吧 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个概念 就是不是所有的股 都是随着实 时间的延续会越来越值钱 有些是会被时间所淘汰的 这类东西 就是因为当年 不像这么明亮 当时是没有电灯的 大家记住了 所以这种光鲜透亮的东西 它在室内 有非常强烈的调剂感 它这个时候 是一种好东西 但是现在亮晶晶的东西 很多了 尤其是玻璃制品太多了 所以这种东西被市场逐渐的就远离了 尤其是民间做的这种料器 就是在几千元这个价格 过万很难 将来也很难起来这个价格 其实我们在收藏的时候 应该有一种好的心态 对吧 不是说我们捡着漏就能 拿它变好多钱 关键是 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去熟悉它 去了解它 说的好像我收藏了很多东西似的 金利福珠宝 独家 特约补充 好了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宝主认为 这是一套清代岭南木雕 尖漆花板 作为中国四大木雕之一的尖漆木雕 以其极具尖蔽辉煌的艺术效果而著称 这套春夏秋冬花板 以四季代表花卉为图形 雀鸟为点缀 动静相宜 刀法俐落流畅 雕塑感极强 整套作品文是生动传神 尖漆品相完好 是极其少见的木雕尖漆花板精品 其价值自当在十三万六千元人民币 宝主认为 这是一件民国银欠尖杨士瓶 瓶身以银打造 表面的纹饰通体欠尖 瓶身虽为西洋款式 但表面的产枝 胶叶莲花纹饰 龙 凤麒麟等瑞兽图案 都极具东方元素 这样一件中西合璧的作品 价值理应在六十八万元人民币 一套木雕近期花板精品 一件中西合璧的陈设器 究竟每一件才会是真的呢 最后一组两件宝物 请各位上前观看 好 时间到 谢谢各位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钻石夺宝人的提示 这两件特别的好 都是真的 给高价 假的那个 错的那个都赐不了 他不怕你们选的不对 就怕你们给的钱低 因为我们稍微谨慎一下 就把他赢了 好了 各位 认为这四件花板为真的 亮红色扇子 认为这件民国杨士瓶为真的 亮蓝色扇子 请选择 好 孙先生不要回头 你有三次机会来猜 你认为后边是怎么选的 我觉得 肯定是有奇怪的地方 十一人全都选的是他 来听听理由吧 三号 他这个感觉给我的一个很 有那个年份 成年的那种成天 还有这个花纹的造型啊 我感觉很漂亮 很美 我认为四个是这个花 真的 好 六号 我感觉他这个梅兰竹菊啊 雕刻的挺精细 我看这个木材也挺古老 您说那是梅兰竹菊是吧 是梅兰竹菊 我看像梅兰竹 梅兰竹菊 梅兰竹菊 菊和花 菊和花 有河 有河花 有河花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本栏目专家 张德祥先生将正确的案 输入电脑 请上最后的两位保主 大家好 大家好 两位 两位美女 您来自什么地方 来自湖南 那么接下来请您 三十秒夸保开始 您刚才是在念诗是吧 对 是什么诗 是一首藏头诗 还藏头了 对 您直接告诉我们 您藏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一锤定音长半蓝军 说得好 掌声鼓励 谢谢 您用宝贵的三十秒 介绍宝物的时间 来看我们节目 受伤若精 您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这是买的呀 还是怎么能来的 这件宝物是用 红一大师的一幅书画 换的 今天打算卖多少钱 十三万六 十三万六 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 没有 你看这位 没一个人投他票 高兴得跟一朵花似的 您好 您这也是替人来的吧 是为我的舅舅 刚才一看这表情 我就知道这不是你家的 这要是你们家人买的 我估计你现在脸比他还那样了 来下面进入德育房 三十秒夸宝时间 请你夸宝 我这件宝贝来自于民国初期的一个银像精品 然后它的瓶身有那个龙粪 还有一些瑞瘦 做工比较精细 而且它的整体感觉特别的精美 做工精细精美 而且它的一个寓意就是龙粪成香 吉祥如意 相信大家看到了 也觉得是一件很不错的产品 你说这都没用了 没人选它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张德祥先生宣布 最后一组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符合事实的那一件 其实是 其实是 是 清代岭南木雕 金漆花板 恭喜你 谢谢 我们要请张德祥先生问你 讲讲这瓶子问题在哪 这个瓶体啊 说是银着又不是银 它很多斑斑点点陈旧的痕迹 是像做上去的 非常均匀 有点不自然 这个瓶呢 应该是现代作品 是个工艺瓶 非常好的工艺瓶 做得很精细 非常漂亮的工艺瓶 一件不可多得的 一块好现代工艺瓶 不可多得的 陈设的家装 十分的 陈设的家装 是十分赏心悦目的一个瓶 我让这美女谎的 说不出话来了 谢谢您 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送给雷洞表一块 作为纪念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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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各位 13万6千元 请轮转大家 5号 本身木雕啊 木材不是什么好木材 雕工吧 反正说得过去 本身我就是搞 室内设计装修的 我觉得这个13万啊 能装一间屋子了 而且还公有这种 木花格 木雕件 我觉得你这个报价 确实有点高 它做装修的 张老师 他说13万能买一屋子了 不能那么说 因为好的花板啊 一块就两三万 比那个画精神多了 立体的 看的人是爱不释手 百看不厌 那真是表现了 咱们中国木雕的精髓 那个也得好几万一块 民间木雕啊 你不要小看的 还要看它的艺术含量 跟那个艺术水准 谢谢张老师 下一锤 来 1号发表一下 你的意见 上面那个金漆啊 脱落的比较严重 包括我们这个木质 你说它又不是陈香 它又不是什么黄花梨啊 紫檀 又不是什么有名的木头 就是说通俗点 不就是一朽木雕 我觉得这个价格 也肯定不会高了 一个按五千 四个两万 就基本上这个价格 就是你要是黄花梨子坛 谁也不雕这个 雕了这个 布上漆还怎么闻味啊 太败价了 然后还有呢 这种木头 还不是朽木 要真朽木啊 还雕不了 你看它那个细致之处 非常的纤细 应该是 这个就是不是朽木 就是楠木 就是绸木 就是资木 就是这个桂木 就是这种细腻的木材 才能雕 也是中党名贵的木材 半软不硬的那种 半软不硬 好雕 而且呢 漆有点剥落呢 无伤大雅 还弄点金字 你知道金漆特别完整啊 咱还琢磨它是假的 看了看的斑驳程度 使用的成就度 磕碰度还差不多 尤其那个电商 这个金漆花板周周围 这叫电商 用那个海的 海螺的那个内壳 把它砸碎了 贴上 这个在 在过去 没有玻璃的房间里头 非常漂亮 有一点小光线 它闪闪发光 非常好 谢谢张老师 战水 9号 它不像有些花板里头的人物 有故事 它只一个花鸟的 我觉得我给的价格呢 也不是很高 6万块钱吧 这个花板里头最贵的 应该是人物的 平台楼阁啊 那个文人雅慧啊 刻画的既之如威的 这种花鸟的 因为它构图啊 再美 它雕法上有一定的随意性 随意发生 所以它的难度不如描写人物 这个神态 故事情节都要贵 好 接下来看一段短片 了解一下宝物的相关背景 我国的木雕工艺 远远流长 木雕广泛应用在了建筑和家具制造中 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到了明清两代 被大量运用在建筑和家具中的木雕构建和木雕装饰件 被人们俗称为木雕花板 木雕花板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精华 具有着收藏和使用相结合的价值 那么收藏明清木雕花板都有哪些讲究呢 首先看雕刻工艺 明清时期产生的木雕流畔 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如山西建市 湖南乡市 湖北楚市等 最富盛名 工艺最精湛的 当首推江南株流派 潮州木雕的金碧辉煌 东洋木雕的华贵雍容 辉州木雕的精致古朴 其地方特色别具一格 极具收藏与投资价值 其次看材质 木雕花板使用的木材多是百木 粘木 橘木 银杏木 和南木 以南木为上片 选择花板时 材质的好坏对收藏价值有重要影响 不过一般用于居家装饰的花板 则不必太过于追求材质 只要喜欢其题材内容 雕画其整 雕工精致即可 十三万六 这是刚才的报价 输入最终的报价 各位请出价 出价结束 接下来请导播把三个最高的出价 打在我们身后 第二轮我们的保主调高了价格 涨到十九万六千元 接下来你有三次机会来摸底 第一个问谁 问三号 七万八 接下来 第二个问谁 一号 三万九千八 三万九千八 好的 最后一个问谁 问十号 六万 六万 要我帮你验证哪个 一号吧 那就告你个事 就这种价格啊 就进不了前三名 郭老板 最后选择 请仔细考虑 此时三位夺跑人 中的最高价 七万八千元 远远低于保主流利 十九万六千元的 先别比较 其余的夺跑人中 还会有高价的吗 流利最终该如何选择呢 好 接下来非常关键的决定 你将决定谁坐在这 你知道吧 你的选择是 最高价成交 我们看一看 最高价是 六号出价 十九万元 几乎和保主的想法差不多 本栏目合作的三家排卖公司 以及红玉博古安城 给出的估价是多少呢 是两万元 价格比是百分之九百八十 这你好像还不如他呢 恭喜你 恭喜你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这个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悬殊 刚才张老师还说了 这样花板好的 一个好几万也很正常 张老师说的好的 两三万也正常 这种花板啊 是属于比较多件的 咱们说的板不错 它是一个建筑的配件 小到一个脸盆架子上面 这小花板啊 它都是一个小配件 虽然它雕得很美 但是它是一种民间工艺品 这个价格不可能太高 好了 接下来宣布今天这场 一锤丁音的各个奖项 我们来看一下 三轮全都猜对了 是哪几位 只有四位 分别是一号 二号 七号 和九号 你们获得的是由 天赋好品质 紫轩葡萄酒 提供的顶级红酒一支 恭喜各位 本场一锤丁音 最具眼光的艺术品投资人 是我们的八号夺宝人 相声演员孙汉陈 有请 孙汉陈上台 作为一个曾经的相声演员 我非常的兴奋 我们终于有相声演员 登上这个舞台了 你今天获得的大奖 是由同应赞克名家 孟昭婷先生 在现场为你赞克的 鸣喜一枚 有请孟先生为他颁奖 恭喜孙汉陈 好 谢谢孟先生 好 恭喜你 我们在这里首先掌声感谢 今天拿着宝物来到现场的六位宝主 谢谢他们的精彩付出 谢谢 我们的奖品 依然是由天赋好品质 紫鲜葡萄酒 和商务手表领先品牌 雷诺表业提供赞助 感谢今天坐镇 现场的四位专家老师 辛苦了 最后谢谢孟昭婷先生 也谢谢今天大奖的 所有的国宝人 谢谢各位 也谢谢今天 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这里是一拳定金 我是公益 下早见 一对清晚期磁版画 和一套九子传函 究竟熟真熟假 一套罕见的民国铜像棋 究竟会价值几何 在我研究项棋史的时候 没发现第二件 汪荣的书画作品 是否处于市场的价值麻痹 京津画派 包括海上画派 这些其实挺艰人 这个价格被严重的 下周同意时间 一锤定点 敬请关注